白色石磚電池牆搭配紅色陶瓷地磚 柔和的燈光 每輪美歡的室內裝潢 一卡皮箱就能入住 來到這個裝潢好房子看得出來嗎 它是美式鄉村風 但是你要怎麼辨別它是自住宅 還是投資宅呢 其實方法很簡單 電線年份管線直接就能看出 15年以上其實都得更換 還有藏在屋外的管線配線 新型的多半用白鐵壓接管 一旦投資客只裝潢不重蠟管線 小心買下號稱有裝潢的房子 入住幾年恐怕就得多花錢翻修 投資客的話他就比較希望就是說 我整間看起來要新的 那我的地板換過 然後天花板換過 然後廚房換過 廁所換過 那這樣的情況下他就能賣 不想被投資客招數哄騙 投資宅和自住宅達人教你幾招 簡單分辨 像是這個廚房 裝潢來說L型原造水晶面板 重拉管線裝潢就要12萬 但投資宅常常用系統貴 不拉管線2萬元大多都能搞定 還有浴室自住宅 屋主重視舒適度 多半都有浴缸 重拉管線也要花上10萬元 但投資宅換了地磚壁磚 頂多也只要不到一半成本就能搞定 以40坪格局來看 投資客從登園到位於不拉管線 80萬就搞定 比起自住客 管線重拉再裝潢 成本便宜40到200萬元 民眾買屋遇上投資宅 專家建議砍價空間都有1到2成 有裝潢跟沒裝潢好的房子 大部分是大概差個大概100萬上下 還有看清楚屋主屯本 購入三年內就出手 還帶裝潢 多數都是投資宅 想要一卡平箱就能入住 投資客用裝潢噱頭拉抬房價 下回去看房 從藤本裝潢開架 都能摸清投資客底細